调皮猕猴出面用台东乱转监视器镜头 台东尖村油气区有一支及时的影像系统 可以让民众随时欣赏海景 但日前就这样被成群猕猴捣蛋攀爬玩耍 甚至还把镜头大力的上下拨 导致这个影像全部变成地面杂草 而这捣乱过程都被监视器拍下来 一只台湾猕猴沿着电感往上攀爬 只见下一秒突然出现毛茸茸大手覆盖在镜头上 随后用力把镜头向下猛了一波 画面瞬间只剩下地面杂草 而且模糊的镜头中还可以看见 五六只台湾猕猴接力跳上电感 兴奋的向上攀爬 拿来的山大王原来这里是台东金尊油气区 东莞处在岸边设置的及时影像系统 偏偏附近也有猕猴保育区 12号中午这么一乱 不止东莞处哭笑不得 网友也热烈讨论 就问猕猴到底有多想红 连猴子也想玩自拍 直呼这是在大闹天宫吗 好可爱哦 对 虽然动作 对 给我们镜头弄歪了 很想包下去 可是真的好可爱 索性经过检查 价值20万的及时影像监视器 并没有遭到猕猴破坏 镜头也已恢复原状 调皮猕猴玩弄监视器 弄外镜头 画面流出真的好气又好笑 记者刘理想抬头报道